可以把它點擊開來 這邊就有個程式碼 第一個 另外旁邊會有一個順序 這個工作表清單的順序 工作表名稱 那你可以把它彈開來 彈出之後的話 這邊這個 那假設我今天的順序 是要這樣 總共會有13個班級 那這13個班級 請你幫我按照這個順序去排序 那所以剛剛看到就是說 第一個把這個檔案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 那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做排序 排序的話 那如果用滑鼠移動的話 是點住它有沒有 按拖拉 拖拉到哪裡呢 假如說是假班的話 那我就要移到第一個 可是問題來了 第一個 在這個地方怎麼去 去去去去去去 詮釋 就是去表示 這個地方的話 首先第一個我們 OK 這邊的話 先關一下 順序 底下會有這個順序 不過它一定不會按照 你的要求去放 所以你必須要按住它不要放 移到哪裡 移到前面 那這個動作的話 當然是用滑鼠去做 可是如果人工來做 需要花很多時間 那當然我需要的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物件 那實際上這個物件 有點像模擬 就是你滑鼠的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需要去知道說 有一個物件叫SHITS 這前面用過蠻多的 SHITS這個物件 SHITS這個物件裡面呢 如果移動這個動作 其實有點像一個動詞 它有一個動作 所以裡面會需要有一個 什麼 那個叫做 MOVE 的一個方法 這個MOVE 那就是SHITS 刮鼓 假扳 或者你可以不用假扳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順序 它可能是 1 2 3 4 5 6 7 SHITS7 所以你用SHITS7跟假扳都可以 點MOVE MOVE到哪裡 你要告訴它 那MOVE的概念 跟那個新增 複製刪除 其實都差不多 你要告訴它說 在哪一個工作表的前面或後面 所以這個敘述的話 必須比如說 我今天要讓它移到第一個 第一個的前面 所以這邊的話 要告訴它 before 其實它有一個before或after 那你要before什麼 before SHITS1 第一個 那它就幫你移到第一個 那如果詳細的說明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去找相關書籍 裡面有物件 或者你如果不想要找相關書籍 你其實在這裡面 開發人員裡面 其實也會有答案 開發人員的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裡面點擊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個問號 那問號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會 你也可以找那個SHITS的物件 那其實 其實很多答案裡面都有相關的說明 只是說它太龐雜了 有些你可能暫時用不到 它裡面都有 所以你怎麼辦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詞典一樣 所以沒有人說要把詞典全部背起來 沒有嘛 詞典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當你有哪一個單字不知道的時候 你去查就可以了 沒有人說叫你要去背字典的 所以很多人在學程式語言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錯誤的觀念 好像什麼都要學會 其實不是 你只要學知道大概之後的話 將來能夠查得到 其實就OK了 那也許因為我已經做得非常熟了 大家都背起來了 那當然你們不是的話 沒關係你就初期 慢慢慢慢去累積 所以特別注意啊 這個跟學語言差不多 只是說你溝通的對象不同嘛 比如說你學英文 你是跟外國人溝通嘛對不對 那當然你今天學會VBA是跟誰溝通呢 你去跟e-seal溝通 然後呢 他有點 你會跟他溝通之後 他就幫你做事情了 不過他是一個命令式的 你命令他幫你做什麼事情 不過你跟外國人不是用命令的 你是跟他 不太一樣 所以這裡面的話會有一些動作 動詞 叫他做什麼 那這裡面的話呢 你當然你比如說你可以 假設你不知道那個sheets 你可以什麼 帶一個sheets有沒有 然後enter一下 那這邊當然也可以搜尋 sheets物件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sheets物件裡面 點擊它之後 它底下也有什麼物件成員 那其實 你要怎麼去學會一個物件 其實不外乎就它的成員要了解 那一個物件裡面呢 就會有兩種成員 所以以後你要了解一個物件 比如說像sheets 或者像他的爸爸叫什麼 他的爸爸叫Wobook 你也可以去找嘛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 他爺爺叫什麼 叫application 應該我們有用過嘛 你也可以去查一下 你只要認識他們的什麼 屬性跟方法 就是他們 這個成員 成員點擊進去 就會有兩個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方法 一個叫屬性 就是它的成員 那所謂的成員就是說 這個物件能夠做什麼事情 的所有的功能 通通在這裡 那所謂的方法有點像動作 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比如說裡面的話有add 顧名思義嘛 這個用過對不對 你不會用沒關係點擊進去 裡面有說明 不過這個說明 可能你要慢慢習慣怎麼看懂 add 有沒有 sheets什麼add 然後呢 他跟你講說 是before還是after 那這邊還有一個什麼呢 選用的 所謂選用就是說 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不加沒關係 那如果是必要的 像這邊都是選用 就是都不加沒關係 如果你add 他就自動幫你加一個 那他預設就是可能加到後面去 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呢 其他有像 我們今天會用到像move 對不對 move的話 顧名思義 那點擊進去的話 怎麼move 他也會說明 是before還是after 你要告訴他說 是在前面還是在後面 然後告訴他一下 然後呢 底下有個例句 有沒有 after 冒號 等於 那不過 他這邊有叫work work加一個work 跟 其實有加work 跟不加work 結果都一樣 那早期當然我會加 可是後來現在我都不加 為什麼 因為他多打一個work 然後多打幾個字 我講過 我的程式盡量能少就能少 所以你打序值跟打work 序值一樣 那當然就打序值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不過兩者之間 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們可以找找看 但是我看一下 基本上用序值的物件都夠用了 那裡面的話有move 還有什麼功能呢 copy 比如說你要複製那個 某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你在 做事情之前 你希望先建立複本 否則你 怕說改了之後 舊的資料就不見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不要按一個按鈕 在做工作之前 所有的工作表通通幫我備份一個 在最後面去 等到確定沒問題 再把那個 就備份的工作表再刪掉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用什麼 copy 可是你要批次的 全部的喔 OK 那不是一個一個 那你這個地方怎麼做 你可以用copy嘛 對不對 要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 序值.com 然後去copy copy到哪裡 copy到最後面去 欸 那不就一下就全部copy完了 對不對 那delete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過delete特別注意啊 好像我有特別講過 這個delete我們用過 刪除的話 要從後面刪回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從後面刪 那你就是 假設你有副本啊 你都call到後面去 那比如說13個 又見13個 26個 那你就是從 最後以26個 再倒過來 3到14 那你可以什麼 share.com to 什麼呢 14 然後呢 step-1嘛 倒過來刪 那他會跳出要不要刪除 所以會裡面有一個那個 dispressor learn要關掉 那個訊息 啊這個程式碼 如果你忘記沒關係 好像前面都有 所以 恐怕你們將來要做 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某一個功能 你自己要歸類 將來要找得到 比如說 我的習慣是 這有點像一個tip 一個 這種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工作表刪除 也許你就是有個自己的 一個什麼 查詢的詞點之類的 然後你就查一下 工作表刪除 他就自動會有 工作表刪除的那個 一般我是會把它丟到 雲端硬碟上面 雲端硬碟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搜尋 它上面有個搜尋 以後你那個 那個文件有沒有 你就取那個名稱 以後就找到 找到以後你就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 OK 方法很多啦 反正你就是要知道說 以後 你要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一個範例 如果沒有當然在那個 它裡面也會有 比如說delete 但是有些它會給你什麼 範例 但是有些不會 像這個都沒有 OK 那怎麼辦呢 不然你們還可以點這個 乾脆把這個 複製貼到Google裡面 去搜尋看看 也許Google也會有啦 可是有時候Google 得到的結果不禁讓人家滿意 而且有些高手 寫得實在太高階了 你可能看半天還是看不懂 那這時候當然也是一種參考方式 其他還有像這個啦 將某個範圍複製到另外一個範圍 這我有用過啦 現在還蠻好用的 那只是說看有沒有機會用到 那它有print out的 就列印出去吧 就列印的話就一個 去死 那個工作表要把它列印出去 就這個 print out就OK了 那print preview的話 應該顧名字到意思吧 就是那個預覽嘛 預覽列印 那選取我沒用過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的物件成員裡面 第一個就方法 方法就是什麼 去做什麼事情 第二個是什麼 屬性 那屬性的話是什麼 屬性就是一般是指的它的 比如說外觀啦 大小啦 或者是它的狀態啦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用過像 Shit.com 這個用最多嘛 主要是瞭解它的一個 總共有多少個工作表的狀況 OK 所以屬性有點像是存資料的地方 儲存它的一些相關的訊息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只要懂得搭配喔 還有其他的 像什麼還會用到像visible visible就是你要不要顯示或隱藏 有一個visible等於true 那哪一個 比如說假般要隱藏 你就假般電visible等於false 那假般就不見了 那你要再打開的話 那假般在visible等於true 它又顯示出來了 那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動態去開關 OK 這變化還蠻多的 那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那那個eSale VBA裡面的訊息物件 能做什麼事 那很簡單嘛 你就看它物件成員就知道了 所以一個物件能做什麼事 標準答案就兩個 成員跟屬性 OK 搞定了 那有哪些成員哪些屬性 你不需要全部背啦 你可以舉例 比如說 裡面有哪一些 其實你這個可以用邏輯自己去推敲 它的方法不外乎就是什麼 新增工作表 複製 刪除 移動 或複製範圍 或列印 等等 反正 對不對 然後選取 大概也會有這些吧 然後呢 屬性的話 不外乎就是記錄它 總共有幾個 還有它的 這個application是 它爺爺是誰 不過一般的話 這個也一般少用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我也比較少用 這還沒用過 這個 有些是基本上是暫時 根本用不到的 大部分就這兩個用的比較多 OK 那大概就是這些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今天會用到一個move 那move的話就是說 要移動到before還是after 兩個啦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我需要怎麼樣 我們需要upgrade 第一個我已經知道了 我有一個方法 是叫移動工作表 那這個移動工作表 我今天需要做什麼事情 那首先的話 我們是開一個新的 是全部都沒有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 你要必須什麼 在這邊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假設我今天要移動工作表 那我移動有一個順序嘛 那個順序的部分的話 就是按在這個 夾移 咪丁 咚咚咚 這樣對不對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去移動 當然最笨的方法 是用滑鼠慢慢移 再來聰明一點的話 就是去寫一個VBA 讓它去移動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幫你看 第一個 請各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在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 也許叫什麼 移動工作表 比如說我今天要一個 要把字放大 不好意思 把字稍放大一下 接下來的話 就是移動 要怎麼移動 這輩子 拽寫的方式 就是Shits 刮鬍 然後 哪一個呢 就假斑 所以第一個的話 移動就假斑 對齁 然後 後面的話就是 點 Move 不過你會發現 點下去它不會出現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刮鬍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刮鬍的話 你點下去會不會有 有嗎 對 那有沒有Move 所以你會發現它 點下去 它的所有的物件的成員都會出現 包含它的方法 跟它的屬性 全部都列出來了 對不對 綠色的話 一定就是方法 那一隻手拿的一個文件就是屬性 所以裡面都會出現 你可以怎麼樣 先點 然後如果這個字也不多 你要打一個Move OK 空白鍵 然後再怎麼樣 把假斑放過來 那可是你問題這樣Move 它不知道Move到哪裡 所以怎麼樣 按空白鍵 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第一個 的左邊還是右邊 當然要移動到它的前面 所以前面是左邊 所以就打一個before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就是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那個參數的名稱 上面不是有個 我們有個參數的名稱 然後冒號等於 直接就是說 參數的名稱給它之後 冒號等於就是 要給它什麼樣的值 那before你要告訴它說 你要移動到哪一個 第一個 序齒 那序齒的話有兩種方法 就是第一個是哪一個 那你當然可以打升班 不過通常 第一個不見得是升班 但是一定是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給它移 括弧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行 那你這個時候執行它會怎麼樣 按F8好了 甲班會不會移過去呢 甲班移過去了 那再來的話就移班 所以這一行 你可以Ctrl C 然後貼上 這邊的話改成移班 對不對 乙班 move到什麼 第二個 再來把它倒車 乙班要不要移動到第二個去 乙班又移動到第二個 再來呢 一時類推嘛 所以全部寫完的話 總共會有13個班級 那不就是這個 然後每一個都長幾乎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 一直往下不是辦法 為什麼 因為好像它有個共通性 是不是可以跑一個回圈 然後呢 這個回圈的用意就是 我今天先抓一個 會變化的地方 就只有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你看它它有關聯性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 最好是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可以幫我 放在一個清單裡面 對不對 就是說有點像 我把這個清單 放在放到一個這個地方 然後我要移動的話 我就先抓第一個 抓第二個 可以跑回圈嘛 回圈的話 也許就是 第一個放在第一個 第二個放在第二個 第三個放在第二個 它就不就是 剛剛好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配合回圈 大概只要寫個三行程式 全部都幫你做完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當然有幾種做法 不外乎用 因為這個表格 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放在一個 所謂的正列 正列裡面 正列就是記憶體裡面的清單 那可是問題那個東西比較 我覺得比較困難一些些 所以我們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也許你知道嗎 可以把這個清單 放在你的什麼 放在你 其實雲端上面也有啦 你可以把這個清單 Ctrl C 放在什麼 放在你的Excel的某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將來要抓的時候 就抓這個位置 然後就把它放到那個位置去 有沒有 這個這個地方 然後 像 這個可以去抓 假扳過來 然後去放在第一個 想想看好了 試試看 這個地方 最後反正我們就要移動 好 那這裡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有什麼方式比較簡單